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他叫林叔母叔,是跟我汉语普通话的,连我的普通话太普通了。 我的普通话也很普通啊。 我的中文名字叫洪汉语。 香港的黑道叫我叫Teddy哥。 香港的黑服僵侵士人士称我为Teddy哥。 我们两个都是在香港过来的。 我们两位都是跟今天刚从香港过来。 我被介绍我自己之前,我想奉父上耶识基督的性命,祝福你们的弟兄姐妹。 在我未介绍自己之前,讲见证之前,朝鲜奉耶语州的民来,祝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 祝福你们的心体,祝福你们的家庭,祝福你们的事业,祝福你们的事丰。 祝福你们的身体,祝福你们的家庭,祝福你们的事丰,祝福你们的事业。 同时奉父上耶识基督的性命,祝福整个教会。 同时奉父上耶识基督的名,来祝福这个教会。 求神大大使用整个教会。 求主大大使用宗教的教会。 成为荣耀神的地方。 成为荣耀神的地方。 成为万能诸佛,万能得救的地方。 成为万能诸佛,万能得救的地方。 神的福音国度,借着这个教会来扩展出去。 到世界各地。 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现在简单介绍我每逊耶稣之前是一个什么人。 我简单介绍一下在我未信耶稣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今年六十八岁了。 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 我信耶稣十二年了。 信耶稣有十二年。 在我每一顺耶稣过去几十年。 我都是在香港管理黑社会的。 在我未信耶稣之前几十年都在香港里管理黑社会。 我的黑社会的半派叫14K。 我黑社会的半派叫14K。 他是亚洲最大的黑帮半派来的。 他是全亚洲最大的黑帮组织。 我在香港开了第十口业总会。 我曾经在香港开了一个叫业总会。 我还在很多国家开了不同的赌场。 还有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开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赌场。 我在泰国有地下的赌场。 在泰国经营地下的赌场。 在菲律宾有有牌的赌场。 在菲律宾有经营有牌的赌场。 我还控制那个澳洲球队打假的资球。 同时我还控制了澳洲那些足球赛。 烧卖他们踢假足球。 我的感情生活跟非常之混定。 但我个人的私生活感觉更加的混乱。 我要是个太太。 我要是十位的太太。 还有很多女朋友。 还有很多的女朋友。 我跟大家介绍像我这么坏的背景。 我介绍这么大坏的背景。 希望大家明白我是非常难信耶稣的。 不得让大家明白像我这种人是很难信耶稣的。 所以过去几十年我都非常抵挡耶稣的。 所以过去几十年我非常的抵挡耶稣。 我从来不准人家在我面前提耶稣两个字的。 我从来不许任何人在我面前提耶稣这个名字。 我都手下不小心在我面前提耶稣。 我都会叫他来打他的。 每当我的小弟不小心在我面前提到耶稣。 我会教过他,会咒他,会打他的。 打完他,我会骂他,你是不是神经病。 打完骂他的以后,我会骂他,是不是神经病啊你们。 你在黑社会做几个多坏事。 我们要向香港吗? 我们在黑社会干那么多的坏事,死以后还想去天堂吗? 所以传香港的黑道都知道,千万不要在天地国面前提耶稣两个字。 就是因为我这样的性格,很多黑道人士知道,千万不要在我面前提耶稣这个名字了。 所以信耶稣在我来说是没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信耶稣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 直到十二年前。 直到在十二年前。 直到在十二年前。 在国内叫我五十个神学家去访问我。 有一天来自全世界的不同的国家的神学博士五六十个来到我的夜中会来访问我。 访问我,最好叫我去信耶稣。 他们访问我以后,邀请我信耶稣。 我听到耶稣两个就非常敏感。 但是我听到耶稣这个名字,我非常的敏感。 我很严厉指责他们。 我马上很严厉指责他们。 你们什么都可以问我。 我说你们样样都可以问我。 唯独不可以在我面前提耶稣两个字。 唯独不可以在我面前提耶稣这个名字。 我告诉他们我是耶稣的敌人来的。 我告诉他们我是耶稣的敌人。 我是专门跟耶稣做对的。 我专门跟耶稣做对的。 他是香港一个刘达方博士很大胆。 他其中有一个叫刘达方博士,他很大胆。 他站起来指着我。 他站起来用手指指着我。 他说不怕,神会将会慢慢改变。 他说不要怕,神会慢慢改变你的。 我很严厉指着他,千万不会改变。 我要严厉的指着他,我说千万不要改变。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收入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我每天收入多少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拜的神都很好,不用你们的耶稣。 我所拜的神对我很好,我不需要你们的耶稣。 你要救救去救其他的黑社会。 如果你有新救的话,就救其他的黑社会。 他们要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们进你的野种会,看黑社会传福音。 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洪大哥能不能进去你的野种会,向那些黑社会来传福音呢? 我说可以。 我说可以。 他们要说我们很害怕黑社会。 他们要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洪大哥,我们很怕那些黑社会。 我们在你的野种会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在向上保护我们? 你可不可以亲自在现场来保护我们呢? 我说可以。 我说可以。 我答应他们的两年时间,将到很多牧师跟弟兄姐妹。 当我答应了他以后,这两年时间里面,我经常会看到这些牧师弟兄姐妹们。 当时一开始,他们是针对我一个人来传福音。 原来开打的时候,他是针对我一个人来传福音的。 我告诉他们你们搞错对象了。 我告诉他们你们搞错对象了。 我给你们进来是针他们传,不是针我传。 我让你们这些人进来不是向我传福音,而是向他们传福音。 当时他们说Terry哥不是啊。 当时他们回答我说Terry哥不是这样的。 你们黑社会不是讲义气的吗? 你们黑社会不是讲义气的吗? 你是他们的老大。 而且你是他们的老大。 你先去信耶稣。 你先去信耶稣。 会影响很多手下看你就是耶稣。 你自然会影响很多小弟爷跟着你去信耶稣啊。 所以你一个人夺救。 所以因着你一个人的得救。 就令很多人的得救。 所以你应该讲义气去信耶稣。 所以你为了讲义气应该先去信耶稣。 我觉得他们说的有一点道理。 我觉得他们这一方法讲的很有道理。 我说好啦。 那你带我去教会看看。 所以我答应了好啦。 我去你的教会看一看啊。 但是他们第一次是带我一个灵恩的教会。 可是第一次他们带我去一个很灵恩的一个教会。 他们讨告用谎言非常夸张。 那个灵恩的教会他们祷告用谎言很夸张的。 我以为他们是邪教马上就走了。 以为他们是邪教马上把我吓跑了。 然后我回来警告他们。 然后我回到家警告他们。 你们不可以再叫我去教会。 你们这样现在不要再叫我去教会了。 你们这里传着问题。 我觉得你们信耶稣的脑子有问题啊。 当时他们没有放弃我。 当时他们对我没有放弃。 由于当时他们出动了香港一半的教会。 由于当时几乎出动了香港一半以上的教会的人。 要把两百个牧师跟弟兄姐妹轮流来打电话给我。 超过两百位的牧师长老弟兄姐妹轮流打电话给我。 令我非常头痛,非常烦恼。 我非常的头痛,非常的烦恼。 我开始对他们非常生气。 我开始对他们非常的反感。 有一天我叫他们传过进我的办公室叫我。 有一天我忍不住把他们全部都叫到我办公室里面去了。 我就骂他们,哄下他们。 我去骂他们,去恐吓他们。 我说你们有没有搞错。 我说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搞错啊。 你们读什么都是。 你们书读了这么多。 当时你的行为比黑色会干你吗? 可是你们的行为给我知道比黑色会更野蛮。 你们怎么可以逼我信耶稣。 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逼我信耶稣。 你们不知道信仰不可以逼的吗? 难道不知道信仰是自由的吗? 哎呀你们太过分了。 而且你们很过分了。 你们轮流来打电话给我。 你们轮流打电话。 打电话给我。 都让我不能睡觉。 如果你们再这样逼我。 如果你们再这样逼我。 我一定会对付你们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对付你们。 你要知道我是谁。 你要知道我是谁啊。 你要知道我是谁啊。 我对付你们的下场很长的。 我一旦对付你们,你们的下场都不好过啊。 他说Teddy哥好啊,你不要生气了。 他们说Teddy哥你不要生气啦。 以后不会再叫你了。 以后真的不会再叫你了。 但是有个男的牧师要站起来。 其中有一个男的牧师站起来。 他说Teddy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七次教会。 他说Teddy哥可不可以多一次一次教会呢? 我说你们全都答应我不准再打电话给我叫个鱼。 除非你们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还我就可以啦。 我不相信记得一次教会。 我不相信再次一次教会。 你的耶稣奈我什么何? 你的耶稣能保我怎么样? 他们这次是带我去传香港最大最豪华的教会。 第二次这是他带我全香港最大专修最好的教会。 那个教会在铜鲁湾叫铜护堂。 那个教会在香港的铜鲁湾叫铜护堂。 那个教会后来战斗行为我的舞会。 那个教会后来成为我的舞会。 当时当天我进去我马上就睡觉了。 可是我那天他一进去就马上就睡着了。 王族之号他们就要叫我住牧师的房间。 聚会完了以后他邀请我到牧师的办公室里面。 他说Teddy哥你都感觉怎么样啊? 他问我说Teddy哥在这里感觉怎么样呢? 我要很严厉指责他们。 我当时要很严厉指责他们。 你们要少信用啊。 我说你们这些人又讲信用了。 你们答应解释最好一次啊。 而且你答应是最好的一次啊。 你们没有看到我进去了睡觉吗? 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一进去就睡着了吗? 我说告诉你们你们的耶稣没有我办法的。 我告诉过你们你的耶稣拦拔没有我办法的。 你们不可以再逼我啊。 所以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再逼我这样都对付你们了。 再逼我再想办法对付你们了。 阿婆说好了Teddy哥解释詐都不会再叫你了。 他说好了好了Teddy哥以后真的不敢再叫你了。 当时你怎么多公司要管理。 但洪大哥你有这么多的公司要管理。 你要怎么多人要管理。 这么多人要管理。 如果你碰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如果你碰到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 你跟耶稣祷告。 你跟耶稣祷告好不好。 我送一个新经给你。 我现在送一本圣经给你。 我要用说话去受罪他们。 我当时要讲话去羞辱他们。 我说你们读书读太多了。 我说你们这些读书读太多的人。 你们的脑筋都要问题了。 你们读的脑子都出问题了。 我做生意做的怎么大。 我做生意做的这么大。 我上个讲插的讲计划的。 做生意讲究的是策略是计划的。 我不会好向你们怎么搞笑跟耶稣说的。 我不会像你们这么幼稚。 怎么做生意跟耶稣祷告。 所以我是不会拿你们的圣经的。 所以我不会拿你们的圣经的。 而是因为我当时的态度太狂妄自大了。 我当时的态度太狂妄自大。 我的太太想做好人。 我的当时太太在现在为了做好人。 他说好了好了,我叫圣经拿回家。 他说好了好了,我把圣经拿回去了。 然后退我出门口。 然后把我连出门外。 让我不要骂他们。 让我跟他们不要吵了。 说他们都是好人的。 因为他们也是出于好心啊。 当时我太太不是信耶稣的。 但是我的太太还没有信耶稣。 那这样圣经拿回家随少就换在我的床头。 他就把这本圣经带回家随意就换在床头。 表示这本圣经令我人生起了天翻地翻地翻改变。 恰恰就是这本圣经令我人生起了天翻地翻的改变。 完全把我的生命大翻转。 我的过境是怎样的。 那我的过去信耶稣的过程是这样的。 我刚刚告诉大家我开赌枪控制球队。 其实我错完牢出来做的事情。 刚刚在开头的时候介绍。 我是做赌场啊赌球啊开业中。 我只不过是近代做的事情。 其实我这一生的最大的罪货是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这一生的最大的罪孽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说是毒品生意的。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贩毒的。 但是我贩毒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贩毒的数目是很庞大的。 因为香港七十年代出了一个年金共识。 当时的香港出现了一个打击贪污的部门叫做廉政公主。 所有做毒品的人都要逃跑了。 所有的毒枭都往外逃。 但是我当时的力量太大了。 但是由于我当时的个人的势力太大了。 香港很多警察高官都是我的手下。 香港很多的警察高官都是我的小弟。 我一个人不用逃。 所以只要我一个人不要往外逃。 几十年将全世界只有金山教育毒品制成。 因为在那几十年代里面。 所有的毒品只有一个泰国金山教育才会生产的。 我就要在我的手下保护下。 那我在我的小弟保护之下。 非常大批大批的毒品转弄至全世界各地。 我就非常非常大批从泰国运到全香港借着这个制药运到全世界各地。 由于我当时的毒品是非常可怕的毒品。 由于当时的毒品杀伤力是非常盘大的。 那个毒品叫白粉。 那时候的毒品叫白粉。 一个人吃着白粉的一身都完蛋了。 一旦呢一个人吸着这个白粉这一身就这么完蛋了。 一家人有一个人吃白粉的转。 全家人都受害了。 一家人有一个人吸毒也是这么完蛋了。 由于我做的太大了。 由于我的贩毒的数目太庞大。 我40岁开始良心责备。 我40岁开始我良心责备。 有一天我找世界看到无数人在出白粉。 有一天我看到街上的时候看到许多人在吸毒。 我马上进行我是整个世界的魔头来的。 我马上进行原来我这世界的魔头。 我一个人害着全世界这么多人。 因着我一个人就害了全世界这么多人。 我马上就结束了所有毒品的生意。 我马上就结束了所有毒品的生意。 那是这个时候耗费已经太迟了。 那这时候已经耗费太晚了。 我控制着全世界的毒品超过十年了。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控制全世界垄断了整个毒品的生意已经有十年。 我害了人太多了。 我害了人太多了。 我要这个时候开始。 我要那时候开始。 毅成良心责备。 我受了良心的责备。 由于长期受到良心的责备。 由于长期受到良心的控告。 我后来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异症。 我要得了放在一个后来很严重的异症。 那个异症到后来完全睡不了觉。 那个异症严重的地步到后来完全睡不了觉。 我去看医生拿安眠药吃。 那我后来去看医生拿安眠药吃。 医生说我有个很严重的异症。 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已经犯了很严重的异症。 我知道是病人拼命看医生。 我知道这个是病,所以到处看医生。 由于我非常有钱。 由于当时非常的有钱。 我看着全香港最好的兵医。 全部全香港的兵医我都看遍了。 全部看着四年医生。 我整整看了四年的医生。 但是所有医生都说医病病不会完全医好的。 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这医生是医不好的。 我是要长期吃两种药去控制。 我是要长期服用两种药来控制我的病。 一种是正正治。 一种叫镇定治。 一种是安眠药。 一种叫安眠药。 当时安眠药吃这一年已经没有果效了。 可是安眠药服用的一年没有果效了。 我过去很多年我都是熟悉的。 所以过去很多年在市面壮盘里。 因为长期的市面非常痛苦。 因为长期的市面令我感觉非常的痛苦。 我开始常常要自杀。 我开始常常要自杀的。 那天我要自杀。 那天我要想自杀。 我看到传导有个信经。 我当时发现我传导放了一本圣经。 我用手指着信经。 我用手指着这本圣经。 我说耶稣。 我说耶稣。 如果这个世界你是真的。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你的存在。 你把我的病医好。 那我可以睡到觉。 那我可以睡到觉。 我就可以相信你了。 我说话还没有说完。 那我爸还没讲完。 这么多年的失眠就第一次睡着了。 那要减少开始。 一下常常睡觉。 从那一天开始, 每上传就睡着了。 完全没有自杀的念头。 而且完全没有自杀的念头。 非常的开心。 但是我忘记这个祷告。 但是我忘记跟耶稣做了这样简直的祷告。 有一天我的太太叫我去看医生。 直到有一天我的太太提醒我去看医生。 我问我太太为什么要看医生。 我问我太太我为什么要看医生呢。 她说你最近心情大变。 她说你最近心情大变啊。 你常常无端端在笑。 而且常常无端端会笑啊。 我太太现在说我知道她以为我这里有问题。 我太太在说提醒就是以为她怀疑我这里曾经有问题的。 我就想着两天。 我听着我太太提醒。 我思想了两天。 这个世界证着耶稣。 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耶稣。 这个是没有可能巧合的。 这个是不可能巧合的。 我看医生都看了四年。 因为我当时我看医生都整整看了四年。 我失眠是很多年的事情。 而且我失眠很多年啊。 我从来没有捉过状况。 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给我知道这个不是巧合来的。 照过耶稣的意志,我知道这个不是巧合的。 我教授找回给我骂到巫师庶来。 我经历了耶稣意志,就找回那些曾经被我骂过的巫师们。 看他们说对不起。 我找到他们说我对不起。 原来你们的耶稣, 原来你们的耶稣, 比我拜的神更厉害。 比我拜的神更厉害。 我要看你们去信你们的耶稣。 我要确定跟你们信你们的耶稣。 我就是这样早上发生新耶稣的道路 但是新耶稣之后 马上非常可怕的事就发生了 但是我拥有七家的团门走道的公司 会透过这个公司控制不同的赌场 我的赌场是一栋栋很大的 以前赢了无数的钱 可是信了耶稣之后 所有赌场都是输的 七家团门走道的公司都是输的 所以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的压力就来自四方八面 因为我的小弟们也有股份的 他们整天一群一群的人来求我 老大你莫顺耶稣 老大你不要信耶稣了 我们非常害怕 我们怕你很怕 你的耶稣是什么神 你所信的耶稣是什么神啊 为什么这么可怕 为什么信的耶稣这么可怕 为什么所有赌场都是输的 为什么所有赌场都是一面倒会输啊 刚刚开始我笑笑他叫他们不要害怕 开岛的时候笑笑嘴安慰他们说 不要怕不要怕 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就问我了一个问题的 他说老大 他说老大 我们跟着你几十年了 我们跟着你几十年了 过去几十年来 过去几十年来 每天看到你赚无数的钱 每天青年看到你赚无数的钱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笑过 从来没有发现你会笑 为什么现在每天没这么多 常常在笑 为什么现在每天输的这么多 恍而会笑呢 我说我都不知道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他们听到我说不知道 更害怕 他们听到我这个答案更怕 他们传统以为这里出问题了 肯定认为我这里头脑肯定有问题了 但我的压力就更大了 我的压力更大 就更多人来求我不要信耶稣了 就更多人来求我不要信耶稣了 如果状况没信了一点 像这样的情况差不多维持了一年 我自己都很恨这个耶稣了 我自己到了一个地步也很恨耶稣了 因为哪一年没有太多钱了 如果信了耶稣不告一年输了很多钱啊 所以我第一次一定要离开耶稣 如果下定决心第一次要离开耶稣 那天我在泰国 那天我在泰国 非常生气 我非常的气 吊吊现在带着这个十字架 我去了一个地步把现在的十字架就扔掉了 可是我这个十字架一生都会带着它 这是我很重要的得救纪念来的 因为它是我很重要得救的纪念品 那天我非常生气 那天我非常的气 我吊吊这个十字架就扔掉了 我扔掉这个十字架之后 第一次用撞话就骂耶稣 我第一次用撞话骂耶稣 骂得非常厉害 骂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打电话回香港给我的手下 骂完了打电话回来 告诉我的香港的小弟 我告诉他们以后都会再顺这个耶稣 我告诉他们说 我以后都不要相信这位耶稣了 他们听着我不顺这个的时候非常开心 听到我这个决定 他们非常的开心 我的电话不停响起来 我的电话就不停的响起来了 他们船头是接墙接我 他们全部都说要去飞机场来接我 回去要摆庆功宴 但是他们开心得太早了 可是小弟跟我开心得太早了 我吊掉这个十字架之后 我在一个星期之内 一个小时都睡不到 我一个小时都睡不着 然后我吃吃摇头玩 迪士库玩得很累 迪士库跳舞跳得很累 都是睡不着 我就想起来可能是耶稣作怪了 我就想起来耶稣 可能就是耶稣在那里作怪了 我就没有办法讲回我的十字架 那我没有办法把十字架捡回来了 然后祝言这一对耶稣说 然后祝言这一对耶稣说 耶稣 说耶稣 你不是这么厉害吗 不会这么厉害吧 然后他会靠回我的十字架 然后重新挂上我的十字架 我让非常可怕 我让非常可怕的十字架 我的靠住还没有靠好要睡觉了 但我靠还没靠好要睡着了 睡到第二天下午起来 我睡到第二天下午起来 我害怕的不得了 我怕的不得了 不知道这么做好 我不知道怎么办 马上从飞机回香港 我马上从泰国坐飞机回到香港 命令我的牧师传络在见我 我命令那些牧师全部都要出来见我 他们出来的以后我很严厉指责他们 说你们叫我信耶稣了 我说是你们要我信耶稣的 现在出大事了 你们是不是知道信耶稣 现在信得出大事了 他说天地国内发生什么事 他说洪大哥发生什么事 我说我现在信耶稣是死 我说我现在信耶稣是死路一条 不信耶稣也是死路一条 他说你究竟发生什么事 他说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说我信耶稣一年了 我说我信耶稣差不多一年了 他说我快要破产了 我快要破产了 我确定不要相信他 他说我决定不要信他 他不给我睡觉来威胁我 耶稣让我睡不了觉来威胁我 因为他是神 因为耶稣是神 他知道我最害怕的是睡不了觉 他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的是睡不了觉 所以你们现在告诉我 所以你们要告诉我 我要这么做好 我要怎么办呢 当时有个李洪哲牧师很厉害 其中有一个叫李洪哲牧师很厉害 他是香港一个很大的地产公司 他是中国的总裁 他是委任着一个香港很大地产公司 是中国的总裁 他是一个神学家 他自己也是一个神学家 站起来说Teddy哥你不要害怕 站起来说Teddy哥你不要怕 耶稣是爱你的 耶稣是爱你的 耶稣不是威胁你 我说李先生你有没有搞错 我说李先生你有没有搞错 爱我爱他就会破产 那你这么说耶稣爱我爱都令我破产 这是什么爱啊 我不要这个爱 我不需要这样的爱 但是他非常厉害 李先生果然是很有智慧的人 他说Teddy哥 你会不会给你的孩子做平衡的生意 你会不会给你的亲生的儿子做盘本走道的生意 我说当然不会 我说我当然不会 除非我神经病 除非我神经有问题 他说那就是 那你不给你的孩子做平衡的生意 你不给你的儿子做盘本走道的生意 是不是他怕他们给警察抓没有好结果啊 是怕他以后被警察抓去没有好下场 是不是 我说当然了 我说当然了 现在全世界的政府都上轨道了 他说哪就是啊 他说那就是呢 耶稣不给你做平衡的生意 耶稣不让你做盘本走道的生意 我说不要你下地狱 不的是让你不要下地狱 因为你所有的公司都不好的公司 因为你所有经营的公司都是不好的 所以耶稣要救你 所以耶稣要救你的 所以耶稣要救你的 你不要害怕 所以你不要怕 你回来教会 你回到来教会呢 放下你的骗子 放下你不合神的那些生意 耶稣会干你在净行开路的 耶稣会在正行里面为你开路的 我说你现在非常感谢你 我说你先生真的很感谢你 你的智慧非常高 而且你的智慧很高 按你这么说的这个比喻 我让耶稣真的救我 可能真的耶稣是要救我的 好了 那我看你们回教会吧 好了 既然耶稣要救我 我要去教会了 我去教会过了三年 我去了教会去过了三年 当时那三年过得非常痛苦 那三年的教会生活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当时有过非常错误的思想 因为当时我非常一个错误的思想很宽联 我有两个事情解决不了 我有两件事情解决不了 我以为自己很够义气 我自己认为很够义气 我自己认为很够义气 所以两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两件事情解决不了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固定的旅人有十二个 我固定的旅人有一搭 他们穿都是香港的明星模特 他们全部都是香港的明星和模特 他们穿都是住香港的豪宅 他们住又住香港的豪宅 他们穿又穿哪个华国哪个名牌 他们穿又穿法国的名牌 每一个衣服都是几万块到十多二十万一件的 最便宜几万块甚至十多万二十万一件的 然后很多个都是非常有名的明星 而且很多都是很出名的明星 他们一个衣服只可以穿一次 他们这样的衣服只穿一次 所以我的开销太大了 所以我的开销很大 第二个问题解决不了 第二件事情解决不了 我的黑帮团队超过三千人 我直属的黑帮团队超过三千人 我一个赌场换四番 我一个赌场分成四番字 所以养一千多人 所以我不愿意接受我的赌场 所以我不愿意接受我的赌场 常常跟耶稣在盗 整天跟耶稣在那里盗 耶稣关掉我这个赌场 我再次开另外一个赌场 我要去别的地方 要重新盖了一个赌场 要常常跟牧师在顶嘴 而且整天跟牧师在那里顶嘴 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个耶稣 要我一个人向天堂 要我一个人向天堂 不管我的女人的死活 也不管我手下的死活 也不管我手下的死活 我认为这个耶稣不是一个好神 如果耶稣是这样一个神 如果耶稣是这样的一位神 我不需要相信祂 要因为我不愿意放下我的平安门 要因为我不愿意想象我那些盘门走道的生意 我要不看圣经 我去教会从来不看圣经 越看越不开心 圣经越看越不开心 每家都要我下地义的 因为每一张圣经针对我都要下地义的 我不是在讲道 不是在台上讲道 越听越不开心 我越听越不中听 我是控制全世界的黑洞大 我是控制全世界的黑洞大 我以为自己很厉害 我自己认为是神 所以从来不肯跪下来求告耶稣 所以从来不肯跪下来求告耶稣 我教会的生活太痛苦了 所以社会的生活一点都不适合我 我第二次一定要离开耶稣 所以我第二次一定要离开耶稣 那天我在家里 那天我在家里 我自言自意的对耶稣说 我自言自意的对耶稣说 我说耶稣 我说耶稣 我哪里要救我 何人你要救我的 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不愿意放下我庞大的东西 我不愿意放下我庞大的利益 我确定要下地益 我现在确定要下地益 所以我不要你救我 所以我不需要你来救我了 不要你爱我 我也不需要你来爱我了 你不要搞我的公司就可以了 你不要搞我的公司就可以了 我说完教会取消我的闹钟 我讲完了以后 我就关掉我的闹钟 因为哪天我的教会 十一点钟送败 因为我的教会是十一点开始敬拜 我要调哪个闹钟 我十点钟就把闹钟调好了 我关掉这个闹钟之后 当我关掉这个闹钟之后 马上非常可怕的事就发生了 马上非常可怕的事就发生了 我突然的害怕都不得了 我突然莫名其妙里面 心里怕的不得了 不同打阵 不断的打发倒 牙关都打碎了 我的牙齿就快敲碎了 不停冒冷汗 不断的冒冷汗 人生都冒湿了 我马上跳上床 我马上跳上床 我的女朋友 把紧紧的抱着 用两头床都 坦然都抱起来了 把棉拜全部 把头都抱起来了 但是越来越害怕 可是越来越怕 那我顶不了的时候 那我受不了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我就想起来了 一定要是耶稣在作怪了 要是耶稣在那里作怪了 我叫我的女朋友 我叫我的女朋友 你马上跳回哪个闹钟 你马上把那个闹钟开起来 我让闹钟一跳回 果然闹钟一开起来 我马上又平静了 我马上就平静下来了 我要凑起来跟耶稣说 我要坐起来跟耶稣自言自言说 耶稣 我说耶稣 没有办法 你是神 你是神 我是神 我是人 我盗不过你 我盗不过你 我乖乖的去教会 算了吧 我要再回去教会 过了三年 我要再去教会 要过了三年 那时候过了六年 那时候前后过了六年 耶稣将我的旁门走道 公主窗都关掉了 当时耶稣把我的旁门走道 全部都关闭了 将我的财产 床都烧掉了 把我的财产 全部都没烧了 我完全破产了 我完全破产了 我完全没有能力跟耶稣倒下去了 我完全再没有能力跟耶稣倒了 我地上就一定要离开耶稣 这是地上就一定一定要离开耶稣了 那天我坐在都是坐在家里 那天我坐在家里 我自言之意跟耶稣说 我自言之意对耶稣说 耶稣 我说耶稣 我现在终于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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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不是救我 原来你不是在救我 原来你不是在救我 你是在着弄我 原来你在撒我 原来你是在折磨我 原来你是在折磨我 原来你是在报复我 在泰国用撞话骂你 原来你在报复我 因为我曾经在泰国用撞话骂过你 原来我现在看到的事实 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一些事实 你把我所有旁门走到公司都关掉了 你把我所有旁门走到公司都关闭了 他说你好多生意没有给我开路啊 他说好的正好的生意 你要没有给我开路啊 你怎样叫救我吗 你这样做算是救我吗 我不会再相信你是救我 我从现在开始 就对不会再相信你会救我的 他说我看你倒了六年 当我跟你倒了六年啊 我知道我倒不过你 我也知道倒不过你 他说我没有怎么办 但我不会这么笨 即使给你慢慢再抓我 即使给耶稣你机会来慢慢来折磨我 我现在告诉你 我现在要告诉你 我决定要自杀了 我决定要自杀了 等我死了以后 你的耶稣你就不能再折磨再耍我了 你是神的怎么样啊 你就算是神人把我怎么样 让我再用撞话骂耶稣 然后讲完用撞话又骂耶稣 这是骂的最厉害 因为他搞得我传个破产了 因为当时他把我搞得破产了 我非常生气 我对耶稣非常的恨 而且反正那天要去自杀了 因为在死亡之前把耶稣罢的告本 罢到我没有力气的时候 罢到我没有力气了 我就开始写遗书 我就开始写遗书 因为有七个孩子 因为有七位的儿女 你中三个是很小的 当我写好三月之遗书之后 当我写好三月的遗书以后 耶稣就跟我说话了 耶稣就跟我讲话了 耶稣不是用人心跟我说话 他不是用人的声音 耶稣也不是心事意念 也不是心事意念 是老跟老说 是老跟老对话 他是非常特别的 他是非常的特别 他听来是很清楚的 听进去是很清楚的 他都心要充满能量的 因为耶稣的声音是充满能量的 他听到他的声音 从头到脚底都舒服的 他当时几句讲 讲单单说了几句话 但是他很简简单单讲了几句话 你要死是不是啊 他说你是不是要死啊 你只要快点去死啊 他就快点去死了 他就快点去死了 你死了就后 因为等你死了以后 你的大孩子会出来 砍死其他小老婆生的小孩子 因为当时我跟我最小的老婆一起住的 当我离开我大太太的时候 当我离开我大太太的时候 我的大孩子非常生气 我的大孩子非常的恨我 他在电话用撞话骂我是神棍 他在电话里面用撞话骂我是神棍 所以耶稣这个提醒 我知道是会发生的 我知道会发生的 我就取消了所有自杀的念头 我就取消了所有自杀的念头 我就把遗书撕掉了 我就跳上床室睡觉 我就跳上床室睡觉 所以到第二天下午4点钟起来 我马上跪下来向耶稣谢谢了 我说耶稣 我说耶稣 谢谢你 你还会再救我吗 他说你不要跪 他说你现在不要跪了 你拿着 拿个单子 你拿一张椅子 在十字架下面坐下来 还要叫我送厨房沾杯水来 还要你现在去厨房倒一杯水 要大杯一点 要倒大杯一点 很多说话跟你说 因为有很多话要跟你讲 我完全按照耶稣主事做 我完全按照耶稣的话去做 我用厨房沾到一大壶的水 我倒了一大壶的水 然后在十字架下面坐下来 然后在十字架下面坐下来 我一坐下来 我一坐下来 马上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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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常常离开耶稣 过去说三方四字又离开耶稣 常常又撞花就骂他 常常又撞花骂耶稣 都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都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都是叫耶稣耶稣 都是耶稣 耶稣 但是这次很奇妙一闭上眼睛 但是这次很奇妙一闭上眼睛 我突然刚刚喊唱次的口网就叫耶稣 我突然时间很亲切的语气去称呼耶稣 好像叫自己的爸爸一样 我好像称呼自己的爸爸一样 但我不是叫他做爸爸 但我不是叫他做爸爸 我是叫他的护神 我自然里面叫他做护神 我说护神 我说护神 你不要怪我不看你的圣经 你不要怪我没有看你的圣经啊 你的圣经这么可怕 你的圣经这么可怕 如果按照你圣经里面的说话做 如果按照你圣经里面话要求的话 我什么都不可以做 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你把我绑得这么紧啊 你把我绑得这么紧啊 我怎么看啊 我怎么能看啊 他说你这个坏孩子 他说你这个坏孩子 你闭上眼睛跟我来 你闭上你的眼睛你跟我来 我一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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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活生生将我提相机 他马上把我活生生灵魂提上去 我一提提到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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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到无数的人 我见到无数的人 他们同一个动作随下手 一个表情都没有 一点表情都没有的 耶稣又少指着看 耶稣又少指着跟我说 他们就是你们所当我审判 他们就是你们所说等着我审判 其实我不是审判他们 其实我耶稣不是在审判他们 我是在这里认人 我是在这里认人 谁要叫我说话做 认养哪些人按我耶稣的话去做 我就给他们进去 我就让他们进去 我说父神 我说父神 不是每个相信的人都可以进去吗 不是反相信你的人都可以进去的吗 那是当然不是啊 那是当然不是呢 好像你这么误畏 像你这么安静误畏的人 你怎么进去 你怎么可以进去呢 我说我不进去我去哪里 那我说我不进去我去哪里呢 他说你往下面看 他说你往下面看 我往下面看的无数条星云 当我往下面看的时候 看到无数条的深坑 那些深坑很深很黑的 像不到底的 我完全看不到底 但是每条长短都不一样 那每条的长短都不一样 我说父神 我说父神 为什么下面那个深坑 每条长短都不一样 为什么下面那条深坑 每条长短都不一样呢 他说你要看看你们在 地下换的罪 那要看你们在地上所换的罪呢 如果你们在地下换清罪的 如果在地上换清的罪 他们死后 他们死以后 我就会将他们换在短的 我就会把他们换在短里面 如果你们在地下换重罪的 如果你们在地下换重罪 他们死后 他们死以后 我会将他们换在长的 我就把他们换在长里面 我说床跟短要什么换点 我说父神那长跟短要什么分别呢 他说短就快点爆炸 他说短就快点爆炸 一爆炸的灵魂体一起死 一大爆炸灵魂体一起死 我说父神 我说父神 你真的颠倒黑白是非 你真的颠倒黑白是非啊 为什么他们换清罪的找死 为什么换清罪的呢 要早一点死 为什么换重罪 可以起一点死 反而那些犯重罪的呢 要晚一点死呢 他说他们当然希望早一点死 父神说他们当然希望早一点死呢 他们早死一分一秒都要 他们早死一分一秒都必要的 你感受一下 你感受一下 他整个感受还没有说完 但他感受还没讲完 我马上退开耶稣 我马上退开耶稣 然后跪下来抓住他都跑 然后跪下来抓住耶稣的衣袍 我非常激动 我非常的激动 哭得非常厉害 我哭得非常厉害 感谢耶稣 我说耶稣 我说耶稣 我说父神 我说父神 我说非常感谢你 我说非常的感谢你 幸好你把我带上来 如果你不带我 如果你不带我 我带上来 我死后就惨了 我死后就惨了 我下去之后 我答应你我下去之后 我每天都看你的圣经 我每天都看你的圣经 你说什么都叫你的说话做 你说什么我按照你的话去做 他说你还要去读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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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非常害怕读书 我虽然非常害怕读书 他说六年前下来之后 他六年前下来之后 我马上去香港最大的晋性会 神学院读神学 我马上去香港最大的晋性会神学院 得报读神学 七年十一月就是我的神学院毕业了 七年十一月的时候是我神学毕业 我现在就继续跟大家放下 我继续分享我的见证 我这样的地域的外表 但是我看到地域的外表 一点都不可怕 一点看过去都不可怕 可是地域的痛苦 可是地域的痛苦 太震惊了 是令人太震惊了 地域的痛苦 是我们人类 是我们人类 什么都想象不到的 什么想都想不出来的 有个地方有个痛苦的全部恐怕 有一个地方竟然这样令人可怕 它是正向静静的疾骨 它这个地域才称得上真正的疾骨 没有办法用说话跟文字表达的 没有办法用文字说话去表达去描述的 它是一秒钟都受不了的 那个地域的痛苦是一秒钟你都受不了的 太震惊了 太令人震惊了 我答应了耶稣之后 让我答应了耶稣之后 让我答应了耶稣之后 带在我进天国 那就带我进天国了 进到天国就要更震惊了 让我听到天国更震惊的事发生 我正经的整个人都不懂的谎应 我正经的一个地步整个人都不懂的谎应 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 有个地方会漂亮的这个样子 有个地方这样的漂亮 有个地方这样的漂亮 天国太奇妙了 天国太奇妙了 它的漂亮 它的漂亮 是我们人类 是我们人类 什么幻想都想不出来的 是奇妙无比的国度 它是奇妙无比的国度 奇妙无比的地方 它的开心就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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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仗仗仅仅仅的极乐 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极乐 是没有办法用说话 跟完整个表达的 没有办法去文字 说话去描述表达的 你开心的要大声叫出来的 你开心的一个地方令人兴奋 可以大叫出来的 你可以停留在天国一个小时 假如你可以停留在天国一个小时 都是不得了的福气 都是不得了的福气 然后他停下来跟我说话 那耶稣停下来对我说 他现在倒进我过去错误的思想 他就纠正我过去错误的思想 他说你现在知道地义是什么回事 他说你现在应该知道地义是什么回事 你即使跟你的黑色围一起 如果即使跟你黑色小弟混在一起 你是将他们带进地义 你是把他们带到地义去 你自己都受不了 他们可以受得了吗 他们能受得了吗 你这样做算是讲义气吗 你这样做不是讲义气 你是害死他们 你现在知道天国是什么回事 你现在又知道天国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应该开始明白 你现在应该开始明白 最重要 是他们死后 是他们你的小弟以后 我给他们去哪里 我耶稣让他去哪里 才是重要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马上回去去开教会 马上回去去开教会 把你的黑色小弟带到教会去 才是你对他们的正经义气 才是你对他们所说的真正的义气 我完全按照耶稣指示座 我完全按照耶稣的话去做 六年前下来之后 我六年前经历了天堂第一号 马上跟我的牧师在香港 派出一个多性教会 我马上跟我的牧师开到一个 香港开到一个得胜的教会 这个多性教会是非常驼背的教会 这个得胜的教会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教会 清一色是牧羊黑社会 香港的黑社会 香港几个最大的黑社会 都在我的教会 香港几个黑班的老大的那个单位 都在我的黑社会教会里 如果你们要去香港 如果在座有机会去香港 万一你们去参观我的黑社会教会 万一你们去参加我那个黑社会教会 因为整个黑社会教会 因为这个黑社会的教会 我很快在每一个城市 我很快在每一个全世界 每一个城市 都会开一家这样的教会 都会开这样一家的这样的教会 给当地的黑社会顺德 他的目的是让当地黑社会信耶稣 我现在用两分钟跟大家介绍我的黑社会教会 我用两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我那个黑社会教会 是跟黑社会良心定做的 为黑社会良心定做的 是针对黑社会来开的 是针对黑社会来开的 要不要全世界都有我的手下 因为全世界都有我的小弟 我管理黑社会超过四十年 我管理黑社会超过四十年 他们的内心我最清楚的 他们内心的世界我最清楚 黑社会最害怕就是来教会 黑社会最怕的就是来教会 他们最不喜欢就是听耶稣 他们最不喜欢就是听到耶稣 所以一个一个跟他们传是不可疑的 所以一个一个人为他传福音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用很特别的方法 所以我们用了很特别的方法 去引他们一般般自己来的 我们用方法来吸引他们一群一群他们自己来 所以我的教会 所以我透过我们的教会 专王它跟洋枪会一毛一样的 专心设计的好像演唱会一模一样的 床强很多端光的 专场很多的灯光 我们有很多表演的 我们有很多的表演 我们唱圣诗要五道主伴舞的 我们唱圣诗要五道主伴舞的 他们来到我的教会 他们来到我的教会 好像看表演一毛一样的 好像看表演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会讲一个小时的圣经 我们首先不会先讲一个小时的圣经 先讲十五分钟 先讲十五分钟 三个月后再加十五分钟 三个月半个小时 三个月后再加十五分钟 半年就半个小时 还有我们会每天免费给他们吃三餐饭 还有我们会提供每天三顿饭给他们吃 还有免费提供他们住的 还有免费提供他们住 因为黑社会传福音 因为黑社会传福音 不解决他吃饭的问题 他是空考说八话 他将是空考讲百话 因为黑社会都要出饭 因为黑社会也要吃饭 白社会都要出饭 白社会也要吃饭 如果他们要吃草就强 他要吃草要吃墙 不然的话不给他提供这个基本的需要 他变成要去掏要去抢 那刚才传福音是没有用的 那你为他传福音是没有用的 不用他们是 刚刚开始不用他们信耶稣 开导的时候没有要求他们信耶稣 他每个星期参加我们的崇拜都可以了 他们每个星期先参加我们的崇拜 即使信耶稣他自己着主 什么时候信耶稣自己决定 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 受洗之后 受洗之后 我们有一个牧师团体是评估是真的 我们有一个牧师委员或评估他是真的 他们五个黑社会 他们五个人黑社会中 我会开一个多性养生馆给他们 我会开一个得胜养生馆给他们 但是他们赚多钱 但是他们所赚的钱 要拿百分之三十来教会 就拿百分之三十来教会 因为不可以抢击免费养他们的 也不可以抢击免费养他们的 要一步一步带领他们的 就是一步一步来带领他们 你们听起来好像是天荒业堂 你们听起来好像天荒业堂 这个不是天荒业堂 这个教会是在台湾 台湾陶阳寺 你刚才看到的屏幕就是在台湾的陶渊寺 我们三月二十七号 就是我们县堂里了 我们今年的三月二十七号就是我们县堂典里 这是全世界第一家这样的教会 这是全世界第一家这样的教会 以后每个城市都会开这样一个教会 我们以后每个城市都会开这样的教会 因为这个事公是耶稣要我做的 因为这个事公是耶稣要我做的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自己想出来 我即使跟大家放下 我即使分享我的见证 我信耶稣翻开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其实我信耶稣翻开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在黑道得到太大的利益 我在黑社会得到太大的利益 我几十年有最漂亮的女人 我几十年拥有最漂亮的女人 第一个阶段 所以第一个阶段 我是非常抵挡耶稣的 我是非常抵挡耶稣 常常打那些讲耶稣的人 常常会打那个讲耶稣的人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他医好我的病 他医好我的病 我就相信他 我就相信了耶稣 他说我不愿意放下庞大的利益 我不愿意放下庞大的利益 我不但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不但没有一点的改变 他又常常要撞话骂他 他又常常要撞话骂耶稣 要离开他 第三个阶段 他带我是第一天国之后 他带我经历了天堂地以后 我不是改变 我不是改变 天翻地乎的大翻转 天翻地乎的大翻转 我下来之后 那我下来了以后 一次过离开十二个女人 我一次性离开我十二个女人 我所独生六年了 我现在倒独生差不多六七年了 那时候 独生是我最痛苦的 导独生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 但我一天没有女人都是很痛苦的 另外我一天没有女人是非常的痛苦 我一次过关掉所有的片子 但是我一次性关掉所有盘门走到的公司 你一次性离开所有的小弟 你一次性离开所有的小弟 为什么这么大转变 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 因为经历了天堂地以后 让我非常清楚知道三个事情 非常清楚三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第一件事情 让我知道 原来我们人 死后才是最重要 原来死后才是我们的终点 原来死后才是我们的终点 原来死后才是我们的大阶级 原来死后才是我们的大阶级 为什么死后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死后这么重要 因为哪条路太极端了 因为十一号两条路太极端 一条路是一秒钟都受不了的 一条路是一秒钟都受不了 是绝对不可以去的 是绝对不能去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条路 他的福气太大了 他的福气太大了 他大到全世界给你都不可以比较的 大到一个地步全世界给你都不可以 很亮的 另外另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 找进极乐的乐园 找进了极乐的乐园 那个极乐的乐园是永生的 那个极乐的乐园是永生的 永生跟人生一比起来 永生跟今生一比起来 我们的今生很短的 我们的今生人生是很短暂的 一毛钱都不足的 那边是极乐的世界 里面是极乐的世界 跟我们整个世界一比 跟这个世界一比 我们整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是受苦的世界 受苦的世界 要么我们在整个世界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 无论你有钱没有钱 无论是富养是民穷 无论是做官还是平民 所以无论是做官是平民版权 都要经历不同的苦难 都要经历不同的苦难 都会经历不同的病痛 但是那边是极乐世界 但是天国里面是极乐的世界 两个世界一比起来 两个世界一单比起来 全世界一毛钱都不值得 全世界一毛钱都不值得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 如果为整个受苦的世界 如果我们单位这个世界 受苦的世界 王爱我们死后极乐的世界 我们人生这么短 为整个人生放弃永生 为整个人生放弃永生 那我一定是白痴没有分别 那我现在跟白痴没有分别了 那第二个给我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让我知道 原来我不可以离开耶稣 原来我不可以离开耶稣 如果我离开耶稣 我死后就惨了 那第二个给我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让我知道 原来我们人 信耶稣 是没有条件是选择的 已经有不相信是不可以的 因为天父只有一个 因为我们的天父只有一位 多长有这个权柄 安排我们死后的事情 多长有这个权柄 安排我们以后去哪里 没有任何的神 原来信耶稣 不相信是不可以的 原来信耶稣不可以当作一种信仰 也不是宗教 如果当作信仰可以谴责信其他的 也可以信其他的宗教 但是这两个都是错误了 耶稣是真正经经唯一的救世主 耶稣才是真正唯一的救世主 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爸爸 他才有这个墙壁 他才有这个墙壁 让我们去哪里 第三件让我知道 我要看大家说我在天国另外一个经历 就是在天国分享我另外一个经历 让我进到天国之后 耶稣给我看我未来的天家 耶稣让我看到未来的天家 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的花园很小 但是我的花园很小 我的父神 我的父神 我很喜欢那个花草树木 我很喜欢那个花草树木啊 为什么这个花园这么小 为什么这个花园这么小啊 他是你这个傻瓜 他说你这个傻瓜 这里不是地下 这不是地下啊 你要多大 你要多大 你要多漂亮 你要多漂亮 你自己想就可以了 你自己想就可以了 你现在再看进去 你现在重新往里面看 我按照耶稣的指示座 再看进去 我按照耶稣的话 重新往里面看 越想越大 越想越大 越想越漂亮 越想越漂亮 这个经历就太重要了 这个经历对我说非常重要 让我知道天国里面的奥秘 原来天国里面是用意念 用意志的 你一想它就会发生 我马上就明白了 我马上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 为什么我们来教会 为什么要来教会呢 另外天国里面是极乐的世界 天国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天国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是极乐的世界 它里面整个充满的爱 而且那个爱是爆满的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 神就是爱 当时像比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爱太小了 我们的人生爱太吝啬了 太小了 我们的人生整天被仇恨 如果我们不学习 耶稣无限的老术 让我们的仇恨放下 让我们的苦度放下 耶稣是没有可能的 放一个充满充满的灵魂 在天国打仗的 不可能放一个充满充满苦度的灵魂 让你在天国里面打仗的 以前我没像天国之前 以前我还没见过天堂 地义之前 我听到布什说 耶稣要我们无数的老术 我回答他们 因为耶稣是神才这么伟大 我老术上次已经很厉害了 我老术他上次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经历到天国以后 我才知道了 我无限的老术 我才知道什么叫要无限的老术呢 一点都不伟大 不是出于伟大 一点小姐的需要 有这个必要 因为耶稣很清楚我们 因为耶稣很清楚我们人性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不停都会说错话伤害的人 不停都会说错话伤害的人 不停都会做错事 也不停都会做错事情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 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 今天我说错话 以后都会再说错话 以后都不会说错话 绝对没有这个人 也绝对没有一个人 也没有绝对有一个人 可以保证 我今次做错事 我今次做错事 以后都会做错事 以后不会做错事 绝对其实也没有这个人 绝对世界也没有这样完美的人 所以我们无限老术需要这个需要 所以耶稣要我们无限的老术 有这个必要 因为仇恨的您进不了天国 因为仇恨的您是进不了天国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愿意放下你们的仇恨 你们愿意放下你们的仇恨 放下你们的苦毒 放下你们的苦毒 你们的福气就不得了了 你们的福气就不得了了 最后有一个补充 最后有一个补充 我们相信这位天国 是创造天地的天国 是创造与教天地的万物的神 万物都是祂的 万物神都是祂的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祂的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祂 那时候有一个事情可以报答祂 那有一件事情可以报答祂 就是为耶稣传福音 因为祂是我们每个人天上的爸爸 因为耶稣是我们每个人天上的爸爸 祂知道地上 一百个孩子 一百个孩子当中 还有九十个没多救的 还有九十个还没有得救 祂知道地太可怕了 祂知道地太可怕了 祂不愿意我们一个下去的 祂不愿意一个人成人 所以耶稣在天上 祂比我们更心切的 祂比我们更心切 祂比我们更心切 祂我们为祂传福音 耶稣就会很开心 耶稣就会很开心了 各位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要报答耶稣对你们的恩典 你们要报答耶稣对你们的恩典 要当耶稣祝福你们 也让好耶稣来祝福你们 我个人有一个意见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一年 一年 让耶稣做一点点小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一年 只要一年 让耶稣带一个没圣子的弟兄姐妹 回来教会 最少为耶稣带一个 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 来到教会 新耶稣 一年365天这么长 一个目标自己 一个责任自己 带一个回来教会 最少带一个人教会 一定可以做到的 一定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个呼应和起来 但是这个呼应和平起来 非常厉害 它的爆炸力很厉害 这个教会 如果说这个教会 尽量要两千人 尽量要两千人 尽量要四千人 尽量要四千人 八千人 八千 万六人 一万六千 什么呼应这么大 这个呼应爆炸力这么大 耶稣一定要大大祝福你们的教会 大大祝福你们的会众 大大祝福你们的会众 让你们成为样板的教会 成为你成为板样的教会 成为其他教会的板样 学习的教会 我们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很好做的事情 这是很容易做的事情 很好做不是容易 很好做的事情 因为你为耶稣传不音 因为你为耶稣传不音 耶稣会祝福你 给你带回来教会的弟兄 给你带回来教会的弟兄姐妹 经历到耶稣的爱之后 一生会感谢你 一生都会感谢你 一个人夺救 一个人得救 全家都会得救 全家的一生会感谢你 全家一生都会感谢你 圣耶稣 圣耶稣 去传不音 去传不音 我们每个人 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每个人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他在信经说得很清楚 他在信经里面教导我们 要我们就叫万人做他的门徒 使万人成为他的门徒 不是一个人的拙律 传不音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不是最重要的拙律 不是最重要的责任 只将信经的道理教导他的费众 只要神的圣经坏去牧养 教导他的费众 管理好他的教会 管理好他的教会 扩展他的教会 扩展他的教会 这才是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不是最重要的使命 但是我们是传不音 让我们去为他传不音 扫心自己一定要生命改变 扫心自己生命要改变 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改变 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 我们是没有能力传不音的 像我自己的例子 以我自己为例 我圣经耶稣十二年 我信了耶稣十二年 好六年没有改变 我一个都带不回教会 我一个人都没有以下带到教会 我的大孩子还骂我是神贵 我的大孩子用张话骂我是神贵 那我这六年真正的改变了 骂我神贵的孩子去我的教会 骂我神贵的孩子带我去教会 我七个孩子全部都信了耶稣了 我在天国下来之后 我离开所有个女人的时候 我一次是离开所有个女人 他们传都拿信经给我看 他开打的时候 全部拿圣经来跟我说 信经哪一将哪一节 他说圣经哪一将哪一节 要抛弃你的孩子 要抛弃你的孩子呢 要抛弃我们 要抛弃我们呢 所以我说你是神贵 我说我不知道这么说 我当时我不懂得去回答他们 当时我在地下下来 当我是经历了以后 太可怕了 一秒钟都顶不了了 第一是太可怕 一秒钟都受不了 那你不要怪我都没有办法了 你不要怪我 我也没办法 刚开始两年 刚开始的两年 他们非常恨我 他们非常的恨我 不要我的钱 他们不要我的钱 说我的钱是臭的 他说我的钱是臭的 他到处在香港说我是神贵 他到处在香港摸黑我是神贵 但是他现在这六年 那这六年的时间 他看到我少毒生 他看到我少毒生 一个女人都没有了 一个女人都没有了 什么赌场都不要了 什么赌场都不要了 什么黑社会的小弟也不要了 到处去传播音的 现在到处去传播音 那十二个女人 那十二个的女人 有十个 有十个 一个一个是耶稣了 一个一个都信了耶稣了 有两个去读神贵了 还有两个去读的神贵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的改变 你们生命的改变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们的改变 应证你们生命的改变 所以专与传家人带回教会带回天国 所以把你全家人都带到天国带到教会去带到天国里 你们家里要你的福气都太大了 你们家里应证你就得到很大的福气了 表示信心对你们的应息 就是圣经里面的话 一个人夺救 当信主耶稣 一个人夺救 传家夺救 离合你一家斗兵得救 但是这个你们没有改变 但如果反过来你们要改变 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那后果就非常的严重了 你们害到你传家人信不了耶稣 你就半导你全家信不了耶稣 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的家人看不到他的意义有什么改变 他家人没看到你没有改变啊 他看不到耶稣的能力在哪里 他看不到耶稣的好事在哪里 也没有看到耶稣的好啊 没有人可以看他传不应的 可没有人再为他做传不应的 所以坏弟兄姐妹 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的改变 应该你们的改变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现在接下来要看大家的广想 苦难的问题 接下来我分享一些苦难的主题 苦难要翻开四个重点 跟大家翻下 苦难是翻开四个重点 让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苦难是我们最大的恩典 为什么说苦难是我们最大的恩典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我们要这么做才可以快一点 离开苦难 我们怎么做可以早一点离开苦难呢 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为什么有些人信着耶稣 苦难永远不会离开他 为什么有些人信着耶稣 一直苦难不可以离开他 第四个重点 第四个重点 不是每个人信耶稣都要受苦难的 不是很多人信耶稣的人 不是每个人信耶稣都要受苦难的 这是非常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观念 他是我们天上的爸爸 因为耶稣是我们天上的爸爸 他不愿意我们 受一点点苦的 他的本意是不愿意我们 受一点点的苦的 第四个重点 第四个重点 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 是哪些人信着耶稣之后 是哪些人信着耶稣之后 他一生都不用受苦的 他一生为什么不要受苦的 现在看大家 现在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苦难是我们最大的恩典呢 现在用广东话 跟林古书翻译 这个比较新长一点 我也不懂说 直接来用广东话 因为这个道比较深层一点 第一个 为什么苦难是我们最大的恩典呢 因为耶稣要祝福我们之前 因为耶稣在祝福我们之前 他需要调整我们的生命 首先他要先调整好我们的生命 成为合海祝福的人 成为合海祝福的人 他才会祝福我们 我给一个例子帮助大家明白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明白 你家里有几个子女 比如说你家里有几个儿女 有两个行为行为偏差的 还有两个人 两个孩子行为偏差的 你要比财产的支持 那你这样把这个财产 托付给他之前 你一定要调整好他的 你一定首先会调好他的生命 因为你不是想害他 因为你的目的 是不是伤害你的儿女 你是想帮他 你想去帮助他 还有透过苦难 还有透过苦难 来呕唸我们 是呕唸我们 成为身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将我们的呕唸唸出去 把我们的傲气 骄傲 磨掉 透过苦难 透过苦难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因为他有两个重点 因为有两件的重点 第一个透过苦难 第二 第一 活力我们成为 可以给他祝福的人 第一 透过苦难 来熬练我们 成为神祝福的人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还有另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他所做的事 都是想带我们回天国 因为神所要做的一切的事 只要一个目的 就是把我们带到 回天家 这个是耶稣最重要的目的 这才是我们天父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透过苦难 所以透过苦难 来预备我们可以进入天国 就是预备我们可以进入天国 熬练我们所有 没有熟世的事 所以熬练我们 改掉所有属世不好的事情 所以苦难 绝对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苦难 绝对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第二点 为什么 怎么可以早一点 脱离苦难 就是当苦难来的时候 要检讨自己 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 我有做什么事得罪了神的 我究竟做了什么事得罪神呢 要跪得认罪悔改 要真心的跪下来认罪悔改 要检讨自己 要首先检讨自己 还有什么事不合心意 没有放下的 还有哪些事情不合神 心意没有放下来呢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要求告耶稣 这个苦难 要我学习什么功课 是要我学习什么功课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同工学习学习的 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要求问耶稣 这个苦难 要我改变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 同样要改变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不同的事情要改变的 例如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比如说你是本性是很自私的人 我要透过苦难熬练你 成为帮助其他人的人 他要透过苦难来熬练你成为热心爱心 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而你一个很暴躁不懂温柔的人 比如说你是一个暴躁不懂温柔的人 我要透过苦难来逼你 改变你一个暴躁性的 他要神透过苦难的环境来逼你成为变为一个温柔的人 第四个就是他透过苦难来拦住我们 第三他透过苦难来拦住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所以当有苦难来的时候 所以当有苦难来的时候 你检讨自己 你首先检讨自己 学好你的功课 学好你的功课 改变你不合身意的人生 改变你不合神心意的事 当这些功课做好了 这个功课做好了 真的改变了 真的改变了 苦难不止立即会离开你 苦难不单会马上离开你 他是立即跟着祝福你的 他会马上来祝福你们的 这些绝对是可以快点离开苦难 这些绝对是可以早一点离开脱离苦难 第三个 为什么有的人信耶稣一生的苦难都不会离开 第三个 为什么有的人信耶稣一生的人都没有苦难 苦难都不会离开 这个苦难都不会离开他 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他有很错误的思想 第一他有很错误的思想 我以为信耶稣受苦难是应该的 他以为信耶稣受苦难是应该的 以为我受苦才是忠心的 以为我受苦才是忠心的 其实这些是击死耶稣的 那所以我把耶稣都气死了 耶稣是天上流眼泪的 耶稣会在天上流眼泪的 当然他是应于我们受苦的 因为神的本事是不愿意他的儿女受苦的 透过苦难要改变我就很开心了 其实神透过苦难来改变我们 另外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 有苦难来到 有苦难来的时候 他不会检讨自己 他不会解讨自己 他不会改变自己 他还不断的埋怨神 有的人很骄傲的 有的人很骄傲的 有的人不肯谦卑 你这三种的人 苦难一定会离开他 因为耶稣有个特性 因为神有个特性 他爱我们爱到底的 他们爱我爱到底的 由于好爱我们 但由于他很爱我们 他绝对不会给你苦难离开你的 他绝对不会给你苦难离开你的 而且是越来越加厉 你走到无路之后 到你 定到你找到无路的时候 神就会出手了 神才开会 出手开会 我们常常听到 人到尽头 神才会出手 就是人都知道 就是神的开头 但是我们千万没有走到那一步 但我们千万不要 找到这一步 因为被耶稣管教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被神管教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就是一个 狂猛自大的人 我曾经就是狂猛自大的人 我那几年被耶稣教到 我整天都要自杀的 所以我那六年被神管教的一个地步 要搞得我天天想自杀 但是我经历天国地狱之后 但我经历到天堂地以后 我下来之后 跪下哭 再多谢他好多次 我下来以后 跪了很多次 再哭向耶稣谢谢 也都 和他架了药 以后赚他钱 千万不要奉献给你 也当跟耶稣历到以后所赚的钱 来到侍奉神 奉献给神 在这个经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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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苦難都是神的恩典 他原來講一句話都沒有騙我們 原來神每一句話都是真實的 他說 所有發生好的不好的 所有發生好與壞的 最終是叫愛神的人得益子 最後就是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因為他是將就座化為祝福的神 因為神是將就座變為祝福的神 所有苦難絕對還有營養會無敵地發生的 所有苦難發生的道理都是有原因的 大師要和大家講 哪些人信了耶穌一生不需要受苦 比如我分享第四個 為什麼哪些人一生人都信耶穌都不會受苦呢 就是聖經裡面有提過的 就是謙卑的人被經上 有信上那些人有福氣了 就是那些謙卑呢 那些人會看到神經比看到的更有福了 未看到神就信了就更有福了 那些人就有福氣了 那些人就有福氣了 那是哪些人呢 那些人就存了謙卑的心 他一信了耶穌之後 他追求聖經的真理 當他追求聖經的真理 他就了解神的真理 他就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所有行為都行在神的之意上 那所有的行為生活都行在神的實意當中 他做什麼事都會思考這樣做神協不協議 那做什麼事都思考這樣做 他神行不行耶 那些人他一生都不需要受苦的 很多這些基督徒 也有很多這樣的基督徒 我給一個例子幫助大家明白 我做一個例子讓大家明白 你家裏有十個子女 比如說你家裏有四個兒女 有兩三個很乖的 有兩三個是很乖的 做什麼都很勤勞的 做什麼都很勤勞的 做什麼都很明白 父母的心意 做什麼都跟 經過爸爸媽媽的同意商量 你一生都不會用藤條打他 像這麼乖的孩子 你一生都不會用藤條打他 是不是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千萬不要誤會 是受苦難是忠心耶穌的 絕對不是 當苦難的時候要檢討自己 改變自己 學習功課 學習的功課 耶穌就很開心 耶穌就很開心了 但是這個苦難很快離開你 不但是苦難很快離開你 苦難就離開 苦難一旦離開你 然後祝福就到了 接著就是祝福了 這些肯定是沒有錯的 這是肯定的不會錯的 是用要和大家分享奉獻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跟大家分享奉獻的問題 很多有一個很錯誤的思想 很多有一個錯誤的思想 因為我奉獻對我教會有好處 因為奉獻就是對教會有好處 其實這是非常之錯的 這是非常的錯誤 因為奉獻 因為奉獻 對每一個基督徒 對每一個基督徒 是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是重要到不得了的 是重要到不得了 因為奉獻 因為奉獻 絕對是為你們本人好的 是絕對是為你本人好的 為什麼 因為你們要明白 你們要明白 我們萬物都是神的 因為你沒有奉獻 教會就沒有了錢 你不會因著你沒有奉獻 教會不存在 那是錯的 神的大人可以感動一個做生意的一次性奉獻 解決的問題 祂是要透過十一奉獻 神要透過十一奉獻 來 令你養成有奉獻的習慣 就是令你養成有奉獻的習慣 把你的奉獻 結好 把你的奉獻的果子結好 祂就可以不停去祝福你了 祂就可以不斷地祝福你 因為神的特性 祂想教導你成為一個自私的人 因為神教導你不會讓你成為一個自私的人 神的熟悉 神的熟悉 祝福你成為其他祝福的人 神熟悉要祝福你成為別人的萬能的祝福的人 我作一個例子幫助大家明白 我舉一個例子讓你們明白 我家有兩個子女 比如說我家裡有兩個兒女 我們每一個財產的子女 我們把財產托付其中的一個兒女 非常自私 他有一個是非常的自私 一點都不會照顧他的兄弟 而且拿到這個財產 一點都不會照顧別人或者其他的兄弟姐妹 我們給他告知告知就行了 那我們就給他告知告知就算了 另一個兄弟 另一個兒女 得到我們的財產之下 他帶到父母的財產的托付以後 他很愛他的弟兄姐妹 他不停去照顧其他的弟兄姐妹 而且他不斷地去照顧其他的弟兄姐妹 他一定會不停去支持他的 我們肯定會不斷地來祝福支持他 所以神來透過十一個奉獻 神透過十一個奉獻 來磨練養成我們有奉獻的習慣 來磨練養成我們有奉獻的習慣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你養成這個奉獻的習慣 耶穌會不停祝福你的 耶穌就不斷地祝福你 因為你有這個習慣之後 因為你有這個習慣了以後 你越大的祝福 你越大的祝福 越多人受到祝福 越任更多人受到祝福 所以 你們千萬不要誤會 所以千萬不要誤會 奉獻的只是對教會 不是說奉獻是只對教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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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們得到義處 你們不接 你們可以試一下 你們可以試一試 當你們奉行這個十一奉獻之後 那你真心的奉獻這十分之一的時候 那個動機要正確之後 不過你的動機要成正 你的祝福一定不定的 你的祝福一定之不斷的 那這叫動機正確 什麼叫動機成正 如果你的奉獻 如果你的奉獻 你奉獻了一點點神 會也給更多的主惡 有這種心態 那你的奉獻是白白浪費的 那你的奉獻是白白浪費的 耶穌不會這樣去祝福你的 耶穌不會這樣子祝福你的 因為他不想教導你成為一個貪心的人 耶穌不會加到你成為一個貪心的人 所以這個奉獻的動機正確 首先你的奉獻的動機要正確 你要跟耶穌說 你要對我們的耶穌說 希望我的奉獻 希望我的奉獻 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希望幫助更多的人 希望我的奉獻 希望我的奉獻 會令更多靈魂得救 令更多的靈魂得救 你只要真心真意用這個心去奉獻 你只要真心存在這種新的奉獻 你一定會不停受到神的祝福 一定是不但受到神的祝福 另外你要知道 我這個神是創造天月的神 你要知道我們的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 你們千萬不要有一個錯誤的思想 千萬不要有一個錯誤的思想 我現在是打工的 我現在是打工啊 神怎麼祝福我啊 神怎麼祝福我啊 你們這樣錯是錯都不錯 你這個是錯都不錯了 因為神的力量太大了 因為我們的神的力量太大了 可以令你聖職加生也可以 它可以令你升職加生 它可以令你進攻更加有前途的功能 它也可以讓你轉到更好更有前途的工作 它可以帶領你去做小生意 做到大生意也可以 它也可以調動萬物 讓你可以做生意 因為我們沒有用人有限的智慧 會開心無限的智慧 我們千萬不要用小鳥的牢去解釋這個無限的牢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打工 他怎麼祝福我 他祝福我們太過容易了 不要有一個錯誤的思想 我是打工啊 神怎麼祝福我啊 神叫祝福你太容易了 另外 我可以和大家 講一個 得高和得性的問題 另外再分享一個 是得救跟得勝的問題 因為 很多大兄姊妹來到教會 因為很多弟兄姊妹來到教會 他沒有去分清楚這兩個問題 沒有去分清楚這兩個問題 所以他沒有重視生命改變 所以就沒有重視生命的改變 我要和大家講 我跟大家分享 你們信耶穌 你們信耶穌 決定了以後 只是得救 只不過是得救 還沒有得勝 我要和大家講什麼叫得救 我現在分享什麼叫得救 又是十字架的救恩 就是十字架的救恩 這個是白白給我們的 這個是白白的給你們的 需要我們做任何事的 不需要我們做任何事的 不需要付出任何事的 也不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這個就是得救了 這就是得救 但是得勝就不同了 那得勝就不一樣了 又是他在聖經我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聖經裡面交道很清楚 哇你應該是基督入面 若要能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所以各位大兄姐妹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信了耶穌之後 你和自己比較 讓你跟自己做一個比較 讓你為信耶穌之前的生命做一個比較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自己的與不信也差不多 那你真的要努力了 那你真的要努力了 你只是得救沒有得勝 你只不過是得救沒有得勝 那你跟自己比 但是你跟自己比 不是喔 不是喔 我跟以前不同了 我跟以前不一樣喔 我以前很粗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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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溫柔的 現在變成很溫柔的 我以前不肯幫助人的 我以前很自私本來不會幫助人 很喜歡關心人 但是現在從心裏面去關心人 我以前很喜歡賭博了 我以前很喜歡賭博了 現在不喜歡喔 我現在不喜歡喔 那就恭喜你了 你就得救得勝了 你要得救要得勝 你和秘書耶穌屬世界一樣比較 而且你跟為信耶穌屬世的比較 有微信的不同 有明顯的不一樣 那就真的恭喜你了 那就恭喜你們了 這個福氣就不得了 你死以後就真的可以進入 你這個死以後就可以進入 天國融合國度裡了 所以各位大兄姊妹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人生是很頂尖的 我們人生是很短暫的 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家 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家 我們在這流浪的 我們只不過在流浪 你死以後才是回到這個富家 所以得救得勝對你們非常之重要 所以得救得勝對你們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內我想和大家分享 怎麼樣去看聖經 那我對你們分享怎麼樣去看聖經 我知道很多大兄姊妹看聖經 都是當故事這樣看 很多弟兄姐妹看聖經 不懂得勝對保 這是撿到這個保 不會懂得勝對的人 其實看聖經最重要 其實看聖經最重要 是依靠聖靈的祈禱 就是依靠聖靈來觀照 求聖靈的同在 求聖靈的同在 讓我知道這個聖經 讓我知道聖經 要我學習什麼功課 要我看學習什麼功課 將聖經所教的道理 將聖經裡面所有教導的真理 將它淨化到入我們的現實生活 把它轉化到我們現實的生活裡面去 這個聖經對你看就很大一致 那就聖經對你看是很大的益處了 我給一個例子幫助大家明白 給一個例子讓大家明白 耶穌很清楚教導我們 不要自己生意 耶穌很清楚教導不要自己生怨 很清楚教導我們 要不停風誓人 要教導我們不斷地老鼠人 很清楚教導我們 沒有批評論 很清楚教導我們 不要批評論斷 如果你有將這些聖經的教導 淨化入生活裡面 如果你把這個聖經剛才所說的真理的話 轉入到我們生活裡面去 你一定活出耶穌的經濟 你生命裡面 生活裡面 已經活出耶穌的見證 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信了耶穌之後 內心很多的苦毒 內心很多的苦毒 很多的批評論斷 很多的申訴 很多的申訴 就是他看聖經 沒有將這些真理展化入生活那裡 在看聖經的時候 沒有把神的話 轉入到生命 生活裡面去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們按照聖經的教導 把祂進化入生命裡面 把轉化到生活裡面去 你會因你的生命的改變 你因著生命的改變 會影響很多人跟著你的改變 會影響很多人來信耶穌 你今生可以做一個快樂人 保證你今生可以做得快樂的人生 而且死後的福氣更大 因為你裡面生命充滿了困擾 你就很開心的 你就會很喜樂 你沒有批評論斷 會引來被人的攻擊 也不會招攬許多的攻擊 耶穌所有教的事 在這裡 不是出於偉大 它是個真理 是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是放於四海接種的 放在任何年代都是對的 放在任何的年代 時代年都是準確的 所謂的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希望你們看聖經 希望你們看聖經 做聖經的教導 把聖經的教導 思考怎樣放入你們的人生 然後思考招業精神的話 思考能夠怎樣放在你現實的生活當中 聖經的教導除了警醒我們之外 聖經的教導除了警醒我們之外 最重要就是要走出來 最重要就是要行道 要行出來 就是要行道 只是知道沒有用 知道沒有用 要行道才有用 但是 接下來和大家分享一個 拜假神的問題 還有 分享一個 拜偶像的問題 拜假神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效果 拜假神偶像是非常嚴重的下場 如果你家人 如果你家人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朋友 拜假神 拜假神 他越拜越順利 他越拜越順利 他越拜生意越做越大 他越拜生意越做越大 那就大件事了 那就真的不好了 你要警醒他了 你要警醒他了 這個是撒旦魔鬼最重要的計劃來的 這是撒旦魔鬼最大的詭計 因為撒旦魔鬼最重要的世界去騙我們的 因為撒旦魔鬼最重要的招數就是 透過這世界的利益來欺騙我們 蒙蔽我們 因為這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 你拜假神 生意越拜越大 你比如說拜 好像假神生意越拜越順利越大 沒有人可以請到福音的 沒有人再為他傳福音的 所以撒旦魔鬼就透過這個人 等你回不到天家 撒旦魔鬼就透過這樣的迷惑 目的讓你回不了天家 所以各位大兄姐妹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快要教導你的朋友 你要教導你的朋友 提醒你的朋友 提醒你的朋友 不是當他拜假神生意越拜越順利 不是當他拜假神生意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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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他們 你告訴他們 要轉拜我們的天父 你的生意更加越做越大 你的生意更做大 你會更加越來越順利 你要更加會順利 你要幫助他 給他看 你要幫助他 讓他知道 這個世界 有很多基督徒 有很多的基督徒 都是非常有錢的 所以非常富有的 不是當他拜假神生有錢 而且你要幫助他明白假神有什麼效果 你要告訴他 你要告訴他 因為拜假神生意是魔鬼給你的 因為你這樣拜小神很生意 那個是魔鬼給你的祝福 魔鬼給你的祝福 一定要付出代價的 魔鬼給你的祝福 他要 你一定要付代價的 那是我們的天父 那是我們的天父 那是我們的天上的爸爸 那是我們的天上的爸爸 他幫助你的 他幫助你的 一點代價都不用的 一點代價都不要的 那你幫教他看 那你要教他 要糾正他 那些拜假神的人 拜假神的人 他生意雖然做得很大 雖然生意做得很大 那是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 一定出問題的 一定出問題的 他的老公不是有小三就有小四的 他的老公不是有小三就有小四的 他不是他老公有事就是他太太有惡意的 不是他老公有事就是他太太也出軌了 要是他的子女有問題的 要不然就是他兒女有問題的 要不然就是他的家庭有很多 和災難病痛的 要不然家裡有很多不同的災難病痛 但是基督徒就不同了 那真正的基督徒就不一樣了 他是愛神的基督徒 那真正愛神的基督徒 神祝福他的爭議做得越大 那神祝福他生意越做越大 一定祝福他的家庭 一定會祝福他的家庭 所以他做生意的基督徒 所以做生意的基督徒 他的家庭很合一的 很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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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拜假神的祝福 這就是拜假神的祝福 跟我們真正蒙神祝福的區別 因為撒旦給我們的利益 因為撒旦給我們的利益 一定要付出代價 最後我想跟大家講 最後跟大家分享 千萬不要當我這個是一個故事 這個是真真正正經歷來的 這是我真正的經歷 我跟大家分享 知道很多牧師讀過神 這裡很多的牧師在那讀過神學 你問所有的牧師 我剛才講的幾個問題 我講這幾個的問題 不是說 但聖經裡可以讀到的 因為他在天國 跟我講幾個鐘頭 因為在天國裡面 神跟我講了幾個小時的事 但我所有的解釋 是屬於天國的奧秘 是屬於天國的奧秘 但是聖經是連在一起的 沒有離開那個聖經的教導 沒有脫離聖經的原則真理 只不過是聖經裡面最深層的道理 這是聖經裡面最深層的真理 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深層道理 是連結天國的奧秘的 其實聖經裡面深層的真理 跟天國的奧秘是連結在一起的 每句話都是耶穌啟祀的 每句話聖經都是耶穌聖靈启示的 因為其實聖經是講 給我們知道天上是怎樣運作運行的 其實聖經裡面告訴我們天上是怎樣運作的 最簡單就是我們行不行的 可以入天國 最重要的結論讓我們知道 要醜恨的你不能進天國了 透過聖經教我的福祉 透過聖經教我的福祉 不要自己聲音 不要自己批評論斷 這些全部是天國奧秘來的 這些全部都是天國的奧秘 各位大兄姊妹 我這個是活生生的經歷來的 我是活生生的見證 我那天是四點鐘上去帶我上去的 那天是下午四點半打我帶上去 我下來是晚上七點半 那晚上下來是七點半 我當時家裡有很多工人的 我當時家裡有很多的工人 我下來之後 我下來之後 我問我的工人 我問我的工人 你們是不是經常聽到工人 你是不是看到我那天一直在講話呢 他說不是一句都聽不到 他說我一字話都沒有聽到 不停見到你在那裡喝水 就不斷地看到你做一個動作叫喝水 我一看成湖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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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就是天國裡面跟我講的就是靈魂體 魂就是魂魄 魂魄是跟肉身一起的 魂魄跟肉体在一起的 靈就是跟天父靈在一起的 靈就是跟靈界天父一起的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第一次来教会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第一次来教会 他如果会哭 一定信到耶稣的 一号一定会信到耶稣的 因为他的靈在天国知道 他知道他的靈在天国 爸爸会难得回天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绝对不是故事 这个是我要放下庞大的利益 所以我盼下庞大的利益 我的利益是大到你们绝对不会相信的 我拥有的利益大到一个地步 你们绝对不可相信的 因为我在香港有三个天文数字的入息 因为我在香港有三个天文数字的收入 一个就是控制假的球队 因为一个就是控制假的足球赛 一个就是洗黑钱 一个就是洗黑钱 中国世界上太多黑钱要洗了 中国最多的黑钱要洗 这个利益是你们猜不到有多大的 这个利益你们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有六年都确定要落地狱 要离开耶稣的 所以我六年就定要下地狱离开耶稣的 这次的经历太过真实了 但是经历了天大地狱太真实了 我在天国经历的东西比现在更加清楚 我在天国看到的景象比现在更清楚 但是 他太过漂亮 太过开心 太过开心 绝对不是地球 绝对不是地球 所以 因为他我放下庞大的利益 因为耶稣要我放下庞大的利益 要我受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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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的夹都不可以 所以他给我看的东西 假一点点都不行的 我以前 我是一生人最惊悶的 我以前一生人最怕闷 我以前是荒唐生活来的 我以前过的是荒唐的生活 静一个小时都不可以的 我自己安静一个小时都不可以的 我怎么乖乖地受毒生 我自己安静一个小时都不可以的 我怎么乖乖地一个地步 变成少毒生 哪里都不吃 我以前听到一封诗 我就很害怕的 听到一封诗就很害怕 我以前看到一封诗就很头疼的 现在他读了几条神学的 现在读了几年的神学 我不是害怕到这样 必须这么做 如果不是看到天堂地下这么怕 我怎么会有这个动力呢 另外一个 天国是太过离谱 福气大了 而且天国的那个太 福气太大了 所以怎么信我都熬下去 所以希望我的经济 所以希望他和我的见证 帮助未信主的弟兄姐妹 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 耶稣是千真万确 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 有耶稣的存在是千真万确 让你们也知道 死海和地獄听众 是绝对千真万确 让你们也知道 十一号天哪有地下 是实实在在的 我现在个势力还在的 我现在个人势力还在 我现在个人势力还在 澳门做一棟 几十层楼高的 的赌场是 我的家族的 澳门还有一个赌场 即是层楼高的 还是我家族的 我的手下 还在做很庞大的拼本 我的小弟还在那边做 庞大的 他们做到的生意 但我想都不想 但我想都不想的 所以希望 我的经证 所以希望套我的见证 你信耶稣的大兄姐妹 贵心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听到我的经证 你今天听到我的见证 是耶稣的祝福临到你们 你们的命定时候到了 你们的命定时候到了 我希望你们 不要放弃耶稣对你的祝福 你千万不要放弃 耶稣对你们的祝福 如果你们 未信这个大兄姐妹 如果你是 信主的弟兄姐妹 你们想听的经证 相信有耶稣之后 想信耶稣的 如果你听到这个见证 想相信这个耶稣的话 请你们在下面举高的手 请你在下面举高你的手 我同你们做个祝福 我为你做个祝福 我为你做个祝福 举高的那个手 好 谢谢 好 恭喜你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两人太多人 我们请你们走迈来 请休息 我邀请你 请到找到前面 我为你做个祷福 我为你祝福 来 刚才举高到的人 还没信耶稣 现在要接近信耶稣 请你找出来 祝福 神的祝福 来来来来来 来 先站上来 站上来 恭喜你 来来 勇敢地站上来 来 站在这里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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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还有吗 同工们 帮忙鼓励他们出来 乐力的讲声 来鼓励他们出来 恭喜你们 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机会 不要消灭圣灵在你身上的感动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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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其实来 其实来 我看的刚才不是这么小的 好吗 好 来来来 还有 今天晚上要下 决心要 决志信耶稣的人 请你带钱带来 还有吗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来来 请你带钱来 恭喜你们 我们同工做一点 邀请大家过来 好不好 还有吗 还有吗 我看到不止这么少啊 还有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 要 信耶稣的 需要耶稣来在你生命中 进入你生命中 改变的工作 你要改变你的人生 得到永生的祝福 永恒的生命 请你到今天来 谢谢大家 或者有狐狸狐独的基督徒 还不确认自己 都可以站出来 好 OK 请你来 还有吗 来来来 还有吗 勇敢的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船的门还没有关上 门还没有关上 门还没有关上的时候 来 下面的门下来好不好 来来来 关州还为你开着门啊 还有吗 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机会 去关州 还有基督 为你开着门啊 等下会关门的 还有吗 来来 基督我们的讲生任务 欢迎他们 好不好 对了 还有吗 来来来来 感谢主 还有吗 还有吗 来来来来 来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上父 天父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还有吗 还有还有 来来来来 不要错过啊 红老大 黑老大都信耶稣 你们还不介绍吗 啊 来来来 还有吗 还有吗 不要错过啊 这个关州还开着门啊 还有吗 啊 还有吗 啊 到了 差不多了 关门 好 那我们一起来 为台上的做木博的祷告好不好 配合 就圣灵大大在他的工作 好 我跟他们祝福 你跟他们切记 好好好 跟下面的一起 一起讲 好好 林书牧师在下面很多人 一起跟你讲 好好 恭喜你们 我向他们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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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里每个弟兄姐妹 感谢你 都慈爱你的愿点 领导这里每个弟兄姐妹 求你了大大希望他们 使人拥有你的器皿 成为万尊祝福万尊多久的管道 你叫 大大希望他们 令他们一个人多久 穿家多久 你打开枪城的窗户 庆祝他们的价值 给他们的价值 要更多资金 更多资金 你叫大大吸用他们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的事业 祝福他们的诉讼 祝福他们的感情 祝福他们的家庭 只要感谢你赞美你 你叫样太 一个人胜质 另干他的朋友 都得到你的救援 你叫吸用他们 行为外地到处划官 到威尼 做美好的相亲 感谢你赞美你 你叫大大吸用他们 祝福他们的一向公职 也是基督学面求 阿们 现在林书牧师 跟你们做前击讨告 你们在座的 没有下来 林书牧师做前击讨告 你可以跟林书牧师 说一个话 你们跟他说一个话 剩下的时间就是 如果在座的人 想信耶稣 但是今天没有站出来的话 也可以跟我做一个祷告 我说一句 你跟一句 你们呢 你们呢 就看着我 好不好 我说一句 你们跟着一句 好不好 好好好 把我闭上眼睛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今天晚上 是你的恩典 能够听到你的仆人 听到你的仆人 宏汉依地先的见证 他的经历 我相信 是真的 你既然这么爱他 赦免他的罪 拯救他 改变他 祝福他 孩子也愿意 孩子承认是一个罪人 求主耶稣的宝血 来遮盖 来赦免我一切的罪 使尽我一切的不义 耶稣的宝血 来赌注我一切的不义 我把所有的罪 恨人 苦毒 一切从出生到现在 所有的罪 都交在耶稣你的手中 求你接纳我 我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 接纳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生命的主 来掌管我的生命 掌管我的人 掌管我的心思意念 来拯救我 使我喜乐 平安 求你帮助我 谢谢主耶稣 你为我定在十字架上 谢谢保卫世圣灵 你感动我 今天承认耶稣是救主 谢谢主耶稣 也祝福我的家人 找对信耶稣 得永生 求主耶稣祝福我 引到我的道路 听我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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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祝你们 好好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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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祷告 你说我刚刚相信你 我很希望知道是不是整个世界真的有你 如果给我知道真的有你 我义上各位 只相信你 只舒服你 阿是神的一定有办法给你们知道 那你们可以慷慨祂跟追求祂 还有你们要放下很多东西 那时候我们没有难念要跟他好干 你说我要改变 我要放下东西 那时候我放面对相信的事情 我没有这个难的 你帮助我改变 我一定会改变 那一定有很多奇妙的事 去帮助你们的 搞不好 那你们 要不要像自己是做老板的还是打工的 祝我你不太容易了 好像 他像我搞的床都破产了 但是我换下他马上就祝我了 他现在祝我是因为 船世界两手这样的老板 哎呀我过去几十年 我都是害他的 他现在祝福我撞着救人 救他们的心底还救他们的灵魂 那太奇妙了 他搞的我船都破产了 为什么我还可以做船世界 两手这样的老板 要是每个人跟我合作 他都要拿一笔钱给我 这个他家房一个他拿十几万给我 他坐上也还有我两分的 他要一个总代理 他还要拿几百万人币给我 当时我是大股东 他是小股东 人家是耶稣太奇妙无敌了 表示你们不要像 你不是打工的 这么祝我 这是很错 祝我们太容易了 太奇妙了 好不好 恭喜大家 太奇妙了 我放开下去了 好 太奇妙了 好 我们现在 чет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